冬季天气寒冷 气候多变是过敏性疾病的高发季节 据统计过敏性疾病是影响全球22%人口的第六大慢性疾病 全世界有30%到40%的人被过敏问题困扰 那么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一起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过敏 通俗讲就是由过敏源引起的异常免疫反应 是一种全身性疾病 可以发生在人体的不同脏器不同部位 过敏性疾病包括过敏性鼻炎 哮喘 湿疹 结膜炎 食物过敏 药物过敏和严重过敏反应等 鼻塞 眼睛发痒 流鼻涕 咳嗽等 是过敏性疾病的常见症状 或者引起刺激性的咳嗽 就是它没有明显的痰 但是老是觉得嗓子痒 咳嗽停不下来 这个可能是引起了一个下呼吸道的并发症 过敏性疾病的诱因较多 最常见的包括尘满 真菌 树木花粉 杂草类花粉 病毒感染等 而眼下 冬季室内外温差大 室内过于干燥 加之开窗通风时间短 粉尘及被褥中满虫增多 是导致过敏性咳嗽及哮喘的元凶 引发过敏反应的物质 在医学上被称为过敏源 通过过敏源筛查检测 找到过敏源并进行针对治疗 是治疗过敏最有效的手段 医务人员特别提示 寒冷冬季 大家很容易将过敏性鼻炎和感冒混淆 特别是很多父母对过敏性鼻炎认识不够 当孩子出现鼻塞 流涕 打喷嚏时 就随便给孩子买些感冒药来缓解症状 反而延误了治疗时机 甚至可能导致并发症的出现 它可能会导致一些并发症 比如说引起分泌性中耳炎 引起睡觉的时候打呼噜 甚至引起鼻痘炎 对下呼叫的影响 可能就会引起刺激性的咳嗽 可能会引起哮喘的发作 医务人员表示 发现相关过敏症状 应及时就医早治疗 生活中也要加强预防 冬季预防过敏要做到 一 保持室内清洁 勤换枕套衣备 二 冬季做好防寒保暖 避免着凉 预防感冒 增加休息时间 三 经常开窗通风 保持空气清新 不接触吸烟者 拒绝二手烟 不要在室内养殖 容易引起过敏的植物 四 易感体质患而在服药时 应仔细阅读说明书 避免因药物不良反应 所引起的哮喘 五 坚持力所能及的体育运动 适当运动可增强体质 提高免疫力 材料器质的探索